郭忠祥 怎麼看 我覺得台日關係 在某種層面看 其實比台美關係更好 本來一下很好 更好 國民黨以前剛剛也很好 所以他們說要深化 其實 已經要深化的地方已經不多了 所以在沒有正式邦交關係的 情況之下 這大概已經the best you can do 但是有了正式邦交的時候 當然又不一樣 但是你不用捨望任何國家 會跟你有重建邦交的關係 包括日本跟你多好 都不可能的 因為台日關係 天花板已經很高 夠高了 再高 高不上去 但是這個地板也不會塌下去 就這樣 所以做日本大使最好 你知道嗎 線長廳最好 對 你看他都 不過當時把線長廳送去日本 是說旁邊過來要不要炒 不要到國內攪拘 結果他一去 大家都各得其所 就流連忘返 你怎麼跟你說 你不是說可笑 是說你做副總統的 你不是副總統派你去做 派你去做日本讓你享受一下 不過講到台積電 我還沒講台積電 台積電 不同階段的煩惱是不一樣的 現在因為台積電AI的關係 他這個單位 下單多到他做不完 所以我們擔心短期內 這個產能會吃不消 這個會吃不消是真的 但是短期內不會 短期內很多來源 不用擔心 但長遠來講 你分散到各地去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倒是覺得台積電 吃掉我們台灣的這個電 太多了 九分之一 將近10% 對 九分之一 全世界如果都AI 有AI跟沒有AI的吃電 也差不多是一層 非常兇的 我覺得台積電當然是民間公司 他對國會不需要負責 但是我們應該 國會 國會應該想辦法知道 台積電 現在你有日本可以比較 有阿里桑那可以比較 到底你拿到台灣的資源有多少 回饋給台灣的社會有多少 因為他的股份在外資的手裡 是超過一半以上 你台灣以前舊的資料 是你佔了台灣200億的便宜 然後你這些便宜 難道不是都分紅 累積一些好處 都是股東有了嗎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為你的毛利率高達五成多六成 你這個照大家的共同負擔 跟大家平攤一樣的負擔 你這個毛利率會降多少 我覺得其實你因為受到 台灣的運費習慣了 你習以為常不叫正常 不過各國在吸引這些行業 也許不是電用其他經費再補貼 像日本 日本就給了多少錢 給了4760億日圓 所以他現在還要去建二場 但是不過不一樣就是說 他是後發現制 阿里桑那是先開工到現在為止 什麼時候完工都還不知道 他是後 這表示日本人敬業的精神 日本這種趕工的精神 日本這種紀律 其實還是比美國人強很多 來 外安 剛剛康哥講的只是雄本的一場 4000多億的日幣 我用台幣來算好了 大概將近1000億的台幣補助 日本政府補助我們 台積電的雄本一場1000億台幣 二場在今年要開始動工 2027年要完工 他補助1555億的台幣 甚至還可能加到1800億 補充一下 美國到現在為止 他那個晶片盤已經補助了三個場 沒有一個是台積電 已經給三個 還沒有給到台積電 我剛剛講第一第二對不對 雄本三場現在目前正在 日本非常積極 觀眾朋友 站在日本的角度 我們想說台積電去日本 以後是不是逃工 日本不是這樣看的 日本是靠著台積電 去雄本這件事情 因為1853年有一個 美國的佩里將軍 去把日本的江湖城給打開了 所以叫做黑船來了 Kurohune Laiko 他們日本這兩天的媒體 都在用黑船在鱗 來形容這件事情 當台積電去了雄本的決勝廳之後 他也希望三星或者是美光 都到那邊去 所以日本把雄本當成是日本的矽谷 他要把它發展起來 以後日本人自己就有辦法做晶片了 他要的是一個大的戰略跟策略 然後台積電 因為雄本離台灣很近 所以他用很高的補助 那一天亮哥傳了一個訊息給我 我在日本讀資料有讀到 你知道台積電裡面有食堂 裡面當然工程師要去吃飯對不對 食堂裡面的服務人員 換盤子什麼服務人員 工作人員 他的薪水是一個小時3000日幣 是當地橘洋丁的薪水5到8倍 所以日本的當地他這個一場 直接就是7000個人直接就到位了 人工也多 然後他叫做雄本不業成 因為他是24小時三班次 不斷的在開工的 這種做法台灣可以 雄本要複製 美國辦不到 美國人在講說我要休息 我要什麼 而且剛剛康哥在講 美國的亞歷沙拉廠 為什麼沒有很順利 兩個原因 第一個 他們工會其實沒有很支持 他講說你像是搶了我們工作機會 再來就是後續受到補助的金錢 根本沒到位 所以日本的距離又近 生活方式又多 你知道嗎 日本這兩天還有很多的 比較軟性的YouTuber 跑去熊本場周邊去看 所有周邊的超商 那一種食堂裡面都出現台灣小吃 炸白虎飯 炒米粉 什麼珍珠奶茶 所以它會變成是台灣的一個聚落 然後我們很多的台積電工程師 願意去 因為距離很近 而且在那邊直接的房子 都是跟台灣住的習慣 然後氣候也差不多 所以台積電去的這個事情 才會引起這麼大的關注 來 郭偉 事實上老公上來搞不好是用登陸箭 肚子裡面就是裝甲車 你用子彈有什麼用 而且事實上他們在海邊打靶 就剛好證實了有一半的義務 是要編到海岸守備旅 他們就是攤頭決戰 準備當肉包的 這已經證實了 賴清德還否認 賴清德還說他們沒有作戰任務 所以我覺得越來越 越來越凸顯出當時 人家講的都是真的 所以賴清德就是騙 總統大選你現在當選 事實上這個就是 就是海岸守備旅的一個 基本的訓練 你就在第二 前線 跟那個直接的作戰部隊 你的主要的目的是要 延遲他登陸的時間 你的任務就是這樣 延遲登陸的時間不就是要 就是暫時 暫時的距離非常之高 而且接種只講了一部分 事實上中華大陸登陸 不是只有輯電船 他還有登陸艦 登陸艦肚子裡面 就直接裝裝甲車 但是用裝甲車直接衝鋒的 這樣才是現代化的登陸作戰 美軍也是這樣打的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就是很遺憾 另外就是那個油的部分 事實上更麻煩的問題 不是增加預算滿油 而是我們的飛行員受得了受不了 因為這就表示我們飛機艦船 都要出任務 他只要來了你就要出 比如說經過台海中線 你一定要上 日本就碰到這個問題 日本的飛行員大概有1000多名 我們的飛行員大概只有400名左右 結果日本後來實在是受不了 因為中華大陸就不斷在釣魚島周邊 所以日本後來就決定分事件的類型 有一些他就不升空了 他受不了了 他一年有1800次 你怎麼受得了 你去想一想台灣如果 你所有的情況你都要升空警戒 到最後那個飛行員誰受得了 老公多少飛行員 老公至少有2000個 因為他國家太大了 他要守很多方向 下飛機也多 日本大概有1000多個 我們大概只有400個 所以你去想飛行員怎麼受得了 所以我聽說有一些 忠孝就提早退役了 太累了 然後他寧可轉到民航 不然真的太累了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人訓練來不及 這個不是錢的問題了 是人能不能負荷 而且大陸那邊越來越刁鑽 他有時候夜間來 夜間你緊急升空其實非常危險 這個尾翰之道 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你完全用儀表在操作 那個事實上就是 可是這種情況 我認為會越來越麻煩 越來越嚴峻 所以這個問題 立法院應該好好跟國防部 討論一下 你現在的規定就是來就要升空 一律都要升空 因為畢竟 大陸不可能打日本 可是大陸有可能打台灣 所以每次都要升空 而且有時候來基礎很多 還不只從 就好幾個地方都要掉 每一個機場其實他常駐的 就是在機庫堡的警戒室裡面 隨時5分鐘之內要 綁好壓力庫升空的飛行員 就兩位 尤其是晚上 他不可能太多 如果他今天飛過來 在嘉義跟台中中艦的話 可能嘉義水上基地 跟台中青龍艦要通知起飛 就是這樣 現在剛剛亮哥講的 除了油料之外 油料就是錢 心理壓力對不對 你想在警戒室的 機庫堡裡面的飛機 他是需要抗炸機堡 才能夠保護他 因為他如果丟下來 你飛機在裡面 我看了這兩年國防部的資料 國防部有意識要去強化抗炸機堡 因為現在用的飛彈 穿透性都不一樣了 結果要做36座 只有24座現在目前來規劃 因為根本沒有廠商來投標說要去做 沒有那個能力 那怎麼辦 然後剛剛我們看到的新聞畫面 裡面那個紅色沙灘 我們在當兵的時間的時候就是告訴你 大陸來就是什麼 就是從淡水主委這邊來 來了以後 然後就登陸 然後從關渡平原 然後一路要去斬首行動 就永遠都是這套劇本 現在讓你知道了 台灣就是一個島 周邊不只是只有在這個 巴黎跟淡水這邊 它全台灣到處台南的安平 花蓮的七星潭 台東的資本 宜蘭的頭城 然後高雄的西子灣 所有整個台灣18個沙灘 只要容易登陸了通通都有可能 他現在也驗證說那確實都有可能上來 所以才要開始進行 我們以前在我服役的時候 沒有這種紅色沙灘的驗證 現在發現說到處都有可能上 他如果萬船奇攻四面八方都來 先第一波飛彈 第二波飛機 第三波 在第一波第二波之間 把我們的跑道都給摧毀掉的話 那基保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說實在的 其實國防部已經應該有意識到 就是在做戰爭的準備 可是他在說法上 他不要這樣跟你講 因為美國要求我們要有 這個紅色沙灘 我的理解 也是美國要求的 因為到時候那一定就是 不是具體於貪案之外 而是他會搶貪的 所以你得在那邊跟他正面伯活 大神 你這海軍出身了 講到兩岸軍力的懸殊 不管是地理上的遠近 我們資源的後續 我們人力的不足 真的要處理我們未來 現在跟老公的關係 要有一個非常樂觀主義者 才能夠主導這個情勢 日本怎麼想 嚇死了 頭比較嚇 你看我們現在全部的希望 就寄託在一招這個潛艦上面 這潛艦也扶不起來 這潛艦還沒出門就說了 我覺得目前兩岸的關係 如果要完全或是一半靠軍事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一個國家 要能夠處理以色列 雖然他周邊的國家是很弱 差很遠 但他有展現實力的地方 老公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如果連以色列都沒辦法 我覺得台灣就是不做不行 要做要有一個交代 我認為我們的政府 應該向人民講一下 不要講很細節 講很詳細的話 當然是事關機密 他應該講說老美對我們的期待是什麼 對岸的戰略是什麼 我們政府大概兩個上線下線 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要向國人有一個交代 我一想大概就完全失望了 幸虧我來得早 因為再過十幾年就完蛋了 所以那種場面我大概也看不到 但是我們為未來的子子孫孫著想 不想還好 一想不寒而栗 但是所以現在在想 沒關係 這就不賤 賤得到一大塊就算了 但是大家都有這樣 真的你要像烏克蘭一樣 說已經死了三萬五千人兩年了 還在打 你覺得這個可以在台灣重演嗎 我個人是覺得不會 烏克蘭那只是軍隊的 軍人的數目 而且那是烏克蘭總統自己宣布的 我認為這個數字根本是假的 實際上死亡絕對比這個多 而且他不透露受傷有多少人 也不透露民眾有多少人 同樣的俄羅斯裡面 死人一點也不少 一定雙面都很慘 你看以色列根 你剛剛講以色列根在加薩走廊 那麼小個地方都打了三四個月 而且死一堆人 所以戰爭其實很殘酷 你剛剛說老美 民進黨應該怎樣 老美要求我們做什麼 我可以告訴你老美要求我們 想也想知道 老美希望你變成一個智慧 對不對 然後把台灣武裝起來 全民皆兵 然後倒置之飛彈 讓老共會不會因此怕 說我不要去打台灣 打台灣我要付出慘重代價 不打他算了 如果老共不這樣想飛彈的時候 台灣就跟他拚 做殊死戰 打到最後一兵一卒 打到血流成河 老美就希望這樣做 我再補充一句 因為我剛才聽到阿蘭哥的講話 比如說老共打台灣怎麼樣 我覺得老共應該趁所有 可能的機會給台灣人民講 說除非問問不得 除非你台灣做了 做大逆不道的事情 我什麼地方都會打 就是最後廢不得已 不打台灣 我覺得因為宋濤最近才講 哪一個人不四相 這個一定報復 然後他就說他這種話講多了 台灣人民就越走越遠了 什麼無感 越走越遠 有很多機會讓你展現 台灣自己人我是不大的 要不然我們實在沒有辦法 都是說我是失敗主義者 但他就認為說他不能這樣講 我同意你 他說我這樣講你就跑了 所以他就不講 跑了再說 跑了再修正 跑了都來不及了 你想要跑 這樣 跑了再修正 您哥跑得那麼快 曾良兄 老公為什麼不像老沈這樣 老公 因為他覺得你可以 無限拖延 然後搞實質的台獨 比如說 中國人認同越來越低 現在非常低 這個Chinese only只有2.4 中國人跟同時也是台灣人 有32.8 可是Chinese only只有2.4 他當然會看到 這個 不過這個 我覺得那個不是因為 大家改了才變成2.4 我覺得那些原來 屬於2.4的這個小族群 死得很快 都死了 沒有 這群人很多也變成 我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所以變成BOSS 變成兩個都是 可是純粹台灣人有6成 對 就是差異在這裡 這個他當然會看到 對不對 法治局 我其實有點看不太懂 因為今天禮拜二 現在下午我們在露營 4點多 會不會禮拜四早上 最後趙委一選以後 沒有黃珊珊 沒有黃國昌 沒有林國城會不會 我覺得我現在就突然浮現了 這樣子的一個Question mark 大老師認為不會有 司法不可能 司法主導國貴改革 我們先不討論哪一個 我告訴你 或不會說 國民黨 對 就國民黨明明要有禮遇 但是基層的反彈聲音 超過了禮拜天在花蓮的共識營 黨主席朱立倫看起來 並沒有買單這件事情 你告訴我 不是我黨中央的事 他動搖了 然後不是他動搖 他本來就不是主導這個事的人 我覺得是基層反彈太厲害了 沒有 本來就不是朱立倫 是傅崑奇認為這樣子才有62票 這個可以去問朱立倫 請康哥找朱立倫來問 聰明的話 主席應該給傅崑奇講說 這種事情不能表現 聽說傅崑奇只找15個人 然後做個投票 不是 在場願意表態 因為他當主席 因為大家都不願意表態 不你聽我講 因為他當主席 大家都主席要什麼 而且是公開舉手表決的 所以10比5這是業員之獎的 然後洪門凱昨天裝糊塗 他說不是10比5 今天接受他訪問 他是說遠遠超過10 為什麼 因為過程中起來發言的 如果你去檢視的話 大部分是贊成傅崑奇 我覺得洪門凱你亂講 老闆 因為這個你有份 你是主張目前未來4年 國會裡頭藍白 能合作就合作 而且讓他一席又合謊 而且就是說這個人情在 也許你有一天我share的時候 你會回想一下 這個我的第一時間點 我聽你的這個高見 我是不贊成的 但是我後來聽了你講的很多理由 你的口才是很好 因為我如果 因為我如果忽略了 所有其他人的意見 只聽你的意見 我會被你說服 但是我後來再看看大家的看法 你有改變 我還是覺得我原先的Gut feeling 我從我這個心裡頭的想法 是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不成議題 假議題的提案 因為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就讓這麼一席或是兩席 有很多條件 財政司 這個法治司法不讓 還有負債其他條件 我跟這個選前的藍白河 是藍有求於白 因為好像白不進來 我當選不了 選後的藍白河 其實白有求於藍 但是又沒有那麼需要藍 所以白比當時侯友宜的藍白河 比較聰明的很好 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個需要性沒有那麼強 沒有說我藍白河了 我白了以後就有希望 沒有河我從此就完蛋 沒有這個 所以他們很厲害 他們什麼 他們很夠笑這個民主 他笑民主 變國民黨笑民主更加強烈 所以你實在玩不過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這個人 還有柯文哲所帶領的這個黨 絕不會念思在之 你一度對他好 所以他將來有必要的話 他就會投桃罷裡 對你好 這個黨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因為他的屬性 不是這樣 老闆 各位 我覺得你讓趙偉示好 對藍白合作並沒有任何意義 事實上真正立法院合作 就是法案議題還有預算的合作 民眾黨不可能不站在 監督政府這一面 不然你怎麼會有聲量 所以只要國民黨朝著這個方向走 民眾黨自然就會靠過來 不得不來 對 自然就會靠過來 而且我在立法院十年 我的感覺就是 立法院的合作 事實上都是競爭之後的交易 所以先出現的都是競爭 然後之後再根據個別的厲害點 做交易 一般都是這樣 所以不會有什麼 我們永遠都在一起 沒有這樣的 本來就不會永遠都在一起 今天大家反對 本來我也不想講 因為這個我講過很多次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一個政黨也好 一個政治要看遠 要看大 不要看那個小小的斤斤計較 總統了之後柯文哲反反復復 現在就恨他恨得要死 一馬歸一馬 那已經過去了 翻過去了 你要看未來 未來民眾黨他就是有八個 這八個就是關鍵少數 他不是嗎 他當然是 新黨那個時候我服選 21個立委都不是關鍵少數 為什麼 國民黨過半了 當國民黨過半的時候 你就不是關鍵少數 你要算得那麼清楚 什麼時候我對你有利沒利 這次立法院長 院長 副院長選舉 民眾黨對國民黨不算是善意嗎 他有五 六席跑到民進黨那邊去 他說我全開放 就是韓國瑜就沒有院長了 贊成就沒有副院長了 人家輾轉第一輪投自己 第二輪不投 就是一個善意的表現 對不對 在這種情況之下 趙偉有多重要 鬼打架 我當過多少次的 內政委會 趙偉 趙偉有多重要 只是排排議程 趙偉反而還不好講話 因為我是趙偉 別人在講話 我還不好意思 就去講話 趙偉有多重要 當了趙偉就可以當市長 我也當過內政委會 趙偉 我選上台北市長了嗎 所以那個兩回事情 趙偉你們都做過立委 趙偉有多重要 對不對 另外就是說如果民眾黨 國民黨說你民眾黨都不要 我幹嘛熱臉 吞臉 屁股 廢話 民眾黨現在怎麼能說他要 他根本沒有辦法要 他今天說我要 你不給他 他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嗎 他當然不能說要 人家你明明知道對不對 然後你還故意想 你自己都說不要 你自己都說不要 得了便宜還賣官 何必 好 法案將來是要合作 沒錯 有些法案是一定要合作 有些法案不一定要合作 都不一定的 那就看 現在擔心說我今天不得了 黃國昌如果當了法治委會 趙偉 將來在新北市要選市長 不是跟國民黨那個人衝突嗎 你認為你不會讓黃國昌當招委 他就不會去選市長了嗎 你在想什麼 他要選市長就去選 對不對 他當不當招委有什麼關係 當招委就能選得上 不當就選不上 你在想什麼東西 另外就是說你今天國民黨要 你要想到下次國民黨選舉 沒有這麼好選 我這次對新委員 等於是講話也講 我下次民眾黨如果每個選區 都給你搞一個人 就算他不當選 給你搞個兩 三萬票 你也很慘 宜蘭不就這樣嗎 宜蘭黃議員本來 我幫他站台 都問他會選上 常常會拿個幾萬票 他就落選了 他就落選了 像賴斯堡這種很難得 有民眾黨他高票當選 很多區就很危險 這次他才提名幾個 下次我每個選區 都給你提名怎麼辦 不要說比如說六都 2026年他每個六都 每個地方給你提個名 有沒有影響 你覺得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沒有 你說他要提我也管不住他 對 但是至少 大家如果彼此有一個善意 以後很多事情都可以商量一下 我們先做民調 贏的人選 輸的人就不選 能不能談一下 也許可以談 你現在搞到這麼劍拔弩張 你會對以後是好的嗎 對不對 柯文哲再怎麼樣 人家搞到300多萬票 你討厭他 他也就是300多萬票 也是事實 不是假的 你今天國民黨要選縣市長 要選立委 你只有說表現得比他好 法案我提的比你快 內容比你充實 新聞敏感度比你高 在網路上 在TTAG上 短語音我做得比你多 你才能贏他 你只怕他有什麼 你阻擋他就能夠贏了嗎 不可能 你在想什麼東西 所以我在想法說 競爭當然有競爭 但是同時要釋出善意 你是大黨 我釋出善意 如果你將來沒有回報 給社會看 你以為是給民眾黨看 社會也在看 你國民黨的表現怎麼樣 投科P那300多萬票就不是票了 你國民黨就不要了 有這種事情嗎 不要太短視了 休息一下再回來 來 委安 寄生國會這個詞 觀眾朋友 它是一個歷史名詞 四年前就有 當時2019年 台灣民眾黨剛剛成立8月6號 後來柯文哲沒有選總統 但2020以後 選了五個部分區到立法院 所以攤開看在立法院當中的 民眾黨的這些助理 到底他是立法院的助理 還是柯文哲的助理還是什麼 就有一點模糊 包含了網路影音的 處理的這些小編 所以就有 就是說在政壇 在新聞圈有個寄生國會 這樣的譏諷 講說民眾黨靠立法院的 這些缺額 但是我真的可以聘他 從上次那個韓國影片來的 對 寄生上流對不對 好 但是現在的狀況不一樣 柯文哲他反擊無私 我把我的態度 跟大家很快速的報告 身為民眾黨黨主席 去立法院開會 那是他的自由 但是確實國民黨跟民進黨的 兩位黨主席沒有這樣做 過去也從來沒有人這樣做 所以你常常去立法院 你常常都在國在這裡 一個星期來兩天 一個星期來四天 禮拜三還要再開會 這是大家的質疑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常去 你沒有地方去嗎 第二個就是說 那到底有沒有拿這個國家的錢 補助到立法院的 去給民眾黨非官立院的人 以前是五席 現在是八席 我跟觀眾朋友稍微基礎報告一下 不管你的黨團的國民黨 是現在52加2 民進黨是51 台灣民進黨是八席 上一屆是五席 他的所有的助理的缺額 加班費年同獎金 那個金額是一樣的 一個月66萬 也不是55萬 所以就是說都是一樣的 所以今天你再回過頭來講說 50幾個人的黨團就是66萬 那8個人的黨團也是66萬 哪有虧你 你怎麼會講說對不對 還要靠你去繼身民眾黨 所以柯文哲的講法 民進黨開吳思耀他也不高興 但是錢的部分 我是這樣子講 你真的是在立法院有掛 立法院的助理 主任 副主任 真的有在做立法院的事情 那沒話講 除非是你掛在這裡 然後你人在柯文哲辦公室上 或在黨莊上班 才有這個問題 4年前榮獲還有一些職稱 就是掛在立法院 可是工作可能的型態 不在立法院 現在我看起來是沒有 因為已經8個立委了 那麼多的立委要服務了 還要常常開記者會了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第二個 柯文哲常去立法院這個事情 是他的主觀意識跟他要決定的 沒有人不歡迎他 只是說確實我剛剛已經講了 過往沒有任何黨主席這樣做 民眾黨的 列政部登記的黨中央 是在唐州南路 柯文哲本人的辦公室 是在台部大樓 我的瞭解 等一下看佑誠講對不對 也想要把兩個東西 攪拌在一起 現在在立法院周邊 方圓 走路能到的地方 正在尋覓有兩個地點 未來去了以後 柯主席就去哪裡上班 走路能到立法院 這樣就不會有所謂 寄生國會的問題了 沒有 我要講 因為聽他們兩個 我們的觀眾母殺嫂 我跟你講 雖然偉漢講了那麼多 偉漢太容易被柯幣說服了 因為開始就如同你講的 寄生字來自韓國影片 因為有寄生兩個字 大家印象很深刻 所以有寄生國會 然後柯文哲厲害 柯文哲就這一點厲害 你口才在 你有的時候變不過他 我跟你講 你變不過他 他一下子轉過來 就國會寄生在我 大家就把所有討論的 絕大部分引到這個 這個不是寄生國會原來的意思 是講你柯文哲 為什麼一個禮拜 沒台沒一台兩來兩遍 人家沒有說主席要來的 這什麼字 總統制 內閣制 什麼字都不有這種情形 但是我換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這是民眾黨可憐的地方 民眾黨今天如果不是那麼小 如果凡事非要柯幣不可 如果他可以離開民眾黨 照樣壯大 如果他可以不做政策會的執行長 他可以不做的 所以有一天如果柯幣這些都不需要了 老是不需要來了 你們才要想得民眾黨 已經大到可怕了 他現在一個禮拜要來兩次 還要兼這個 兼那個 就是民眾黨可憐的地方 你知道嗎 他怎麼會這樣 會不會笑 他可不可以南大不希望說 那一天趕快來我可以不去 反過來想一想 南大不是這樣嗎 他去是不得已的 因為他非去不可 他如果不去 那八個人 哩哩落落 不是這樣嗎 我覺得民進黨如果聰明的話 再有100個不甘心也要忍下來 這個傳統你不能違背 一定要遵守 為什麼你現在要難以 你如果不遵守 把它卡掉了 你難以渡悠悠之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對韓國瑜非常有信心 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他 我不是很肯定他 但是你看他去日本的集會 就給日皇暖壽對不對 他也接近了美國的記者團 那個議員的參訪 中議員 有哪一點表現 不符合你民進黨的期待 你告訴我 如果是民進黨在這兩個場合 你能夠比韓國瑜更有意識形態嗎 韓國瑜的這種表現方法還不夠嗎 他再違背民進黨的話 再更加這樣下去的話 我都有一點沒有把握說 韓粉會不會反彈 對不對 他已經做得翹到好處 韓粉認為可以 而且也符合國家政策 民進黨你不要因為 你固定的意識形態 而因人設事 教你們國民黨 對這些意識形態很濃的人 就要以子之矛攻子之尊 你先問他 如果真的做很多兩岸交流 請問兩岸交流是外交事務 還是國內事務 不就解決了嗎 不是 他說外交事務 是外交事務 民進黨一定講外交事務 外交事務就沒事了 不是嗎 我覺得這個基金會 外交部一年也只有補助 1億8千萬 錢也不多 可是我覺得主要是 運作合作的團體 已經被綠營視同為 比如說有一些團體 是國民黨不會去 不會去深入交往的 有的意識形態很重的 就反中很明顯的那一種 可是綠營可能在交往這一種的 以後沒有填頭 對啊 當然是這樣 其實這個是董事會的制度 就算董事長是韓國瑜 民進黨的董事席制還是多 而且他還有一個執行長 然後審查委員會 說穿的就是錢的補助 各政黨都有比例 對各政黨來說 都可以申請錢 出國 外交部命令預算有多大 拜託 可是給民間的 對啊 是 這我同意 民主基金會的下一任董事長 就是韓國瑜 不會有問題 包含了洪生漢 吳思遙 他們說有公民團體 有意見 但是按照慣例 立法院長就是董事長 沒有要擋 不會擋的 你要知道過往以來 這種是國家的公器 是民器 所以今天在立法院 立法院長是韓國瑜 他就是董事長 難道今年國際重委會還要換人嗎 就講說可能韓國瑜院長 他對於這個活動沒有興趣 我們換人 不會的 所以民進黨團 剛剛在我們錄影的下午的時候 也正式的回應媒體記者的詢問 他說我們說公民團體有意見 包含洪生漢跟吳思遙講說 就是韓國瑜 他們都已經今天公開講 不會去有任何的動作或阻止 外交部想來不會動 這才是政辦 至於說現在民意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韓院長 他主持民主基金會的過程當中 民進黨自著覺得說 你看起來哪個來流 你有本事四年以後再重新改決 這才是民主的真地 因為他是民主基金會 由國會議長來擔任董事長 他就是最高的價值 不管那個人叫韓國瑜 叫王金平 叫蘇家全 還是叫游錫坤 今天如果是游錫坤 那天投票的時候 民主黨8票投給他了 游錫坤也是院長 也是董事長 可是民進黨只有51席 不是多數 難道你要把他拉下來嗎 也不會的 所以民進黨剛剛已經有公開想了 他們會支持韓國瑜當 民主基金會的董事長 就叫四項 就是看那個錢 民進黨辛苦了 多 不要說1.15 1.18不多 也不少 大家分來分去 很多團體要這個錢 還是不少的 休息一下 老沈 你的專業到底怎樣 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是講起來 就讓人搖頭 因為其實我們的政府 每一個部門都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沒有遠見 沒有創意 事情出來之後 不能處理 跟真的火要燒到屁股了 才來捉襟 見守 無沙沙 每一個地方都這樣 現在海委會 管碧琳不是這樣嗎 管碧琳幾天前才說風火連天 今天講看來平和 到底是風火連天 還是看來平和 所以衛福部現在 跟韓國的情況一樣 你如果說要很貴的 他要砍 我可以了解 那個便宜到1塊 2塊的 他要砍 要砍到沒有要 沒有人要做這個生意 沒有 我覺得你既然健保 是一個社會主義制度 是要名字叫保險 其實你在做社會福利 當問題發生 你用政府的公權力 都可以補救的 譬如說護士小姐薪水 三百八 不幹 我要走了 我要去做仲介 我要去賣保險 他就說區域以上的 大業班加1萬 其他我不管 現在區域 地區的 就是沒有護士了 他們捧著100萬說我要來 你看蝦部長怎麼講 蝦部長說自己自力救濟 我們認同 我們加一鼓勵 這個什麼話 還有我告訴你 自己加薪好了 我不管了 這意思 只要他不花錢就好 我一個禮拜前去見柯慶明 我真的是由國一大選頂定 我就說你們三個候選人 都覺得護士小姐的問題要處理 你給他每一個人一個月 給1萬塊錢 有好多人都回來 你就要處理 但是我們的健保是怎樣 他是用一個總額制度 非力不調整 就是這樣 然後給你點數 錢不夠 點數打折 好 這個大的金鐘罩 訂了以後 你們裡頭 裡頭有一個費用協定委員會 費用協定委員會在開會的時候 這個一屆的代表 什麼案都贊成 其他的代表什麼案都反對 所以到今天為止 一屆代表比較少 對 所以沒有一屆 有一個案可以過的 我把我的想法給柯慶明講 柯慶明說通話當然應該要這樣 但是老沈 我告訴你 這個不會過 為什麼 協部長反對 當然協部長為什麼反對 協部長說這還得了 我現在網開一面 處理護士小姐問題 明天所有人都要進來了 這個就是笨 你知道嗎 其他人沒有問題 你處理幹嘛 今天卻來什麼事 不會不就是 有了 電視神 請問贏 我們會不會 세 那些身份的 那麼我 從本來